你的随意事情就是我会对我担心 而且设备也有点老旧 学校都没有打算翻修 却是营内的涨价 物价飙涨不少大学的住宿费呢 也跟着掌声响起 我天哪 这总有涨价 要来念书的学弟就有问说要涨价了 住宿费涨不少同学都有耳闻 像是台式大学一社 住宿费一学期原本3750元 涨到4600 涨幅22.67% 南二社加大床位从6350元多了1600 同学得支付近8000元的住宿费 涨幅高达25.2% 不仅台式大 中央大学 联合大学 文化大学等七所大学 住宿费下个月也确定 涨定了 不过看看书桌根本不平整 螺丝没固定 住宿费要涨 学生们一堆苦水 最大的问题就是 就是他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后就没有热水 有时候晚一点回来 因为晚上就没有热水 然后洗热水器就要排队这样 然后就是设备都有点老旧 住宿费条长主要是日常的开支 还有一些检疫的维修费用 使用者当然得付费 但钱真有用到刀口上吗 学校势必得响咧明目才能厘清 学生疑问 一天是卢俊明红的名 台北采访某島 你的最大事就是我的大事